为了更加照顾到新北市退休煤矿工人的老年生活 依据新北市政府办理退休煤矿工 慰问金的实施要点 从去年开始办理慰问金的发放 今年也开放申请 去年来不及申请的人只要符合资格 在7月1号到31号之间提出申请 就会发给每人每年2000元的慰问金 而细止去月有不少的退休矿工 市议员钟亚林也呼吁大家要提出申请 为了关怀年迈的老矿工 新北市政府从去年起发放退休煤矿工 每年2000元的慰问金 今年是迈入了第二年 除了去年已经申请的会自动贿赂账户之外 去年来不及申请的可得把握机会 慰问金的发放就要从7月1号开始受理申请 如果符合资格的民众 别忘了在7月底之前提出书面申请 在这里呢 陈志泽在通知曾经担任过 我们煤矿工的这些长者们 今年连续两年第二年的煤矿工慰问金 今年7月1号到7月31号 那之前曾经已经请领过 有资料的这些煤矿工退休的人员 你的资料已经有了 就可以不必再重复申请 那如果曾经担任过煤矿工的 这样子的一个长者 去年度来不及申请的情况之下 亚铃的服务处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申请书可以到服务处来申请 因为目前矿福汇财产清算之后 还有大约现金1000多万元 另外不动产交还市府之后 改以租人的方式交由民间经营 市府租金年收就有增加了600多万 现在将这笔钱用在回馈脱一修的矿工 在这张说明书上有慰问金发放的说明 包括要申请的只要符合三个条件 首先是涉及新北市满一年以上 年满65岁 还有就是曾经从事煤矿工作 而且有投保记录的人 只要提出申请 每个人每年都会发给2000元 只要您把资料带来服务处 我们就可以帮您书写了 那请您记得带银行的存折 还有您的身份证和印章 那来服务处签个名 那后续的一些资料相关 我们就会帮您寄到劳工局 那请这些资料来来的时候 就在我的服务处 就在公所旁边 很好找仁爱录11号 那账职生批经费下来的账职日期 会在今年的9月8号中秋节之前 直接贿入您的账户 因为在细职以前有矿科 所以退休的没矿工也不少 为了方便他们申请 议员周阿玲也表示 如果有需要的矿工相亲 带着相关的证件 像是印章存折 在服务处也有提供相关的代为申请服务 只要完成通过申请 将在今年的9月8号中秋节前 补助款就会直接的 拨入申请人的账户 这场慧玲细致采访报道